这是令人丧心病狂的密室逃生 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 密室内布局精良 陷阱遍布 暗藏杀机 只要通过就能拿到一万美金 他们六人以为只是简单的游戏 谁知是一场搏命的赌局 六人在一个房间里集合 等待介绍规则的人 他们等了好久 没有一个人出现 卷毛想出去抽根烟 不小心把门把手扯了下来 丹妮发现 这好像是烤箱的刻度盘 也有可能是个密码锁 这说明明是逃生已经开启 他们现在要在房间内搜寻线索 小胖在书里找到了一把螺丝刀 南希在桌上发现这些杂志 都是寄给同一个博士 这有可能是线索 而这位博士写了一本华士451度 刚好小胖拿着这本书 小丽瞬间反应过来 这就是门上的密码 把按钮旋转到451 门没有打开 反而是天花板上变成了红色 正在急速地升温 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烤箱 不巧的是按钮也卡住了 他们向里面的接待员求助 但他只重复着一句话 让他们等在这里 丹尼发现需要一把钥匙才能进去 他认为下一个线索就在里面 卷毛看到一个灭火器 想要破门出去 但这只是一个塑料做的 此时房间的温度还在升高 小丽在灭火器上面找到了钥匙 赶紧打开玻璃门 里面竟然是一个假人偶 声音也是事先录下来的 这时电话铃响起 杰森鼓起勇气接了电话 对方只说了一句 祝你们成功逃出密室 突然房间的温度急剧上升 四周的窗户也被关掉 还出现一个风扇 但往里面吹的是热风 如果不快点找到出去的路 他们都会死在这里 所有人惊慌失措 四处地寻找线索 小丽无意间看到墙上的提示 她立马反应过来 在桌上发现了一个按钮 往下一按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出口 但开口非常小 原来桌上还有更多的杯垫 同时按下就能完全打开出口 杰森先爬出去查看情况 很快就看到了另一个出口 被铁丝网挡住了 螺丝刀现在派上用场 房间的温度已经达到60度 木偶已经融化 此时杰森打开了出口 他们让南西先出去 但这个必须同时按住 所有人才能安全逃出去 小丽想到了一个办法 用杯子装满水放在上面 这样果然有效 小丽也成功地逃出去 现在只剩他们两个 他们按照小丽的做法 往杯子里装满水 只剩下最后一杯的时候 饮水机竟然没水了 此时的天花板竟然起了大火 卷毛瞬间反应过来 自己带了一瓶酒 刚好灌满一杯 他们成功地逃了出去 如果慢一步将会变成烤猪 他们来到第二个密室 这里是一片冰天雪地 你能想象 这是一个密室逃生游戏吗 竟然能做到如此逼真 连他们都以为是产生了幻觉 密室的温度在持续地下降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丹尼走上前查看情况 不小心撞到一块屏幕 原来这个场地是投影出来的 突然冰链发出巨大的响声 丹尼认为这只是音效 不用担心 就在这时 墙壁上出现排风口 冷气正在迅速往里灌 现在他们才感觉到刺骨的寒冷 大家只好寻找出去的线索 小丽发现幕条上写着 没有真正的北方 他们还找到了一件棉衣 卷毛一脚踩破了冰面 出现了一个非常规则的大洞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刚好小胖找到一根鱼杆 难道是要从水里掉出什么东西 这时 小丽在棉衣的口袋中 发现了一个指南针 她按照指针的方向寻找 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北方 指针指向了一只北极熊 从她的嘴里掏出一块磁铁 她瞬间明白鱼杆的用法 把磁铁拴在鱼沟上 放到了水底 从水下吸上来一个东西 里面放了一把钥匙 想要取出钥匙 必须把冰熔化掉 刚好卷毛带了打火机 她直接把打火机丢在了冰面上 丹妮上前去捡 突然冰面炸裂 她掉进了水里 丹妮在冰面下拼命呼救 他们只能在上面看着 却无能为力 水下有暗流 下去救人是完全不可行的 最终她死在了冰面之下 现在他们才意识到 这个游戏真的会死人 打火机没有了 现在只能靠人的体温融化冰块 但这样的速度实在太慢 经过了五个小时 才融化一半 于是他们把冰块放在胸前 加速融化 又过了四个小时 终于拿到里面的钥匙 他们赶紧来到门前 却怎么也打不开 拼命地旋转 突然对面的门打开了 他们快速地跑过去 这时冰面开始炸裂 只要慢一步就会葬身水底 幸好所有人都安全地逃过一劫 来到了下一个密室 整个房间是一个颠倒式设计 突然整个房间急速上升 到达一定的高度就停了下来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接通电话 从里面传来的是一阵诡异的响声 他们开始寻找线索 发现门上少了个门把手 只有找到就能出去 突然一块地板竟然掉了下去 他们现在不能站在地板上 所有人都紧紧抓着墙壁 走错一步就会跌入无尽深渊 只要响起音乐 一块地板就会掉下万丈深渊 他们只能靠着墙壁 南希鼓起勇气踩在地板上 爬到了上面 调整一下姿势 继续地往上爬 发现了一个保险箱 需要一个四位密码才能打开 他尝试输入一些常用的密码 但都不对 此时的小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拼图 肯定是一个线索 他鼓足勇气踩在墙壁凸起的边缘 来到拼图下面 小胖也踩着边缘走了过来 在他的帮助下 小丽爬了上去 他开始拼图 音乐再次响起 一块地板又掉了下去 幸好杰森抓住了墙壁的凸起 用尽全力爬了上来 卷毛也鼓足勇气 直接跳了过来 此时小丽拼图完成 他们从拼图中得到了一串密码 但这还是不对 音乐又响起 地板掉了下去 现在只剩下两块地板 所有人都拼命地抓住支架 突然上面的螺丝松动 这个架子承受不住三个人 小丽想要爬到对面 一下没抓住直接掉了下去 杰森赶紧下来救他 此时小丽想到了密码 这个房间是颠倒的 密码也要倒过来 果然保险箱打开了 里面就是门把手 此时脚下的地板也掉了下去 他们四人成功来到安全的地方 现在下面已经不能走了 只能从天花板上攀岩 军人出生的南西地利非常大 这对于他来说简直小菜一碟 突然口袋中的把手掉了下去 眼看球就要滚下去 他眼睛一闭直接跳到地板上 抓住了那颗球 此时音乐响起 他把球丢给了杰森 他们赶紧用台球杆准备救人 但一切已经晚了 电话线完全承受不住他的重量 直接坠入万丈深渊 他们只能继续前进 来到了下一关 这里是一个急诊室 和他们以前住的病房完全一样 原来他们都是经历大灾难 活下来的人 小丽瞬间明白 有人想看他们 谁能够活到最后 他开始奋起反抗 疯狂地砸烂监控器 他们三人则是寻找出去的线索 如果不快点出去 时间到了毒气就会扩散 他们发现三张片子 卷毛知道这是手语 意思是心电图 他们找到仪器开始测量 杰森认为 要超高的心率才能通过 为了达到效果 直接对小胖利用电击 但这还是失败了 小胖也因此丧命 杰森瞬间明白 要超低的心率才能通过 于是他控制自己的心跳到50 门终于打开了 他们两个成功地逃出去 但小丽却留在了这里 两人来到下一关 和丽打开一个阀门 两人中了散发出的迷药 产生了幻觉 卷毛找到了解药 却要告诉杰森 这下两人打了起来 杰森被撞破了头 卷毛成功反杀 自己注射了解药 成功来到下一关 还没等他找到密码 两边的墙壁就开始收紧 尽管慌忙中得到了密码 但依然没有打开 幸好他躲在壁炉里逃过了一截 终于逃出了密室 来到外面问导演要那一万美金 谁知这个导演才是最后一关 紧紧勒住他的脖底 要取卷毛的性命 就在这时 小丽拿枪及时赶到 直接开枪干掉了导演 原来他之前是装死 拿着氧气面罩摆脱了毒气 两人成功逃出恐怖的密室